如果不是发生了什么病 你觉得她会避开我们所有人吗 沈定北很难受 徐丽瑶算是最后见过柴圆圆的人了 她这么说就等同于证实了这件事情 柴圆圆呢 那么可爱的柴圆圆 忽然天旋地转的 沈定北只觉得胸口那儿 宛如被人重重地打击了一下 疼得她直不起腰身来 她那么好的一个女人 老天怎么忍心呢 让她得了绝症吗 她是真的没办法相信 可是事实却叫她不得不相信 她的呼吸一下子变得很困难 一个堂堂一米八几的大男人 不该轻易地掉眼泪的 不然那会被人笑话的 可是那一刹那间 沈定北却觉得自己怎么样都压制不住 那些朝她奔涌而来的绝望感 仿佛天地之间 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人 看不到出路在哪儿 又不知道明天在哪儿 她就那么坐在那儿 痛苦地抬手一遍又一遍地抹去眼泪 脑中想起最开始觉得她不对劲的那晚 两个人的一些灵星的对话 假如我就这么从你的世界里消失了 你会不会担心我 会不会找我 会不会很想念我 我想跟你一起去逛我夜市 姐夫啊 人家都跟你在一起那么久了 你还从来没有带人家晚上出来玩过呢 那定北 你可要把姐夫这个称呼 牢牢地记心里了 不管以后再过多少年 我都想你能记得 曾经有个叫柴员员的 你交往的女朋友 那么爱慕你的女朋友 独一无二地这么叫过你 姐夫 以后换姐来照着你 谁要是敢再来欺负你 我就一个一个地把他们剁碎了 丢到海里面喂鲨鱼 四十信 我放在你的办公桌上 姐夫 我特地约你出来 是要跟你告别的 不能成为你的良人 是我没有福气 但愿你以后 能快点遇见那个 能带给你真正幸福的人 希望他可以抚平你这么多年以来 心灵上的缺口 也希望 他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快乐 让你以后 未来 不管多少年里 都万事顺意 能让你在以后的生活里 每天都充满惊喜和意外 在否则 我再来